我是羅文成,關於《風火香港》第四集 上次講到我們形容我們的新居環境在九龍堂 因為這個地方是在九龍堂會所後面 即是當年的日本製區證所 而附近有三角花園的地方 這個區證所就是日本人的特務中心 警政和行政區 當年的時候很多爛屋很多人搬走了 而那些人走到澳門被爛 或者走到大陸或者澳洲 那些屋爛的屋很多時候 曼黑時有很多小偷來拆傑具 因為當時金屬是非常值錢 打仗的時候物資缺乏 所以屋住下去越整越爛 空屋越整越爛,破壞越多 玻環槍、玻璃槍、玻璃都被人打破了 那他偷了一些廢鐵 拿出來變賣換軍票開飯 上次講到我們 九龍堂供應的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做余興隆 另一個就是賣 老闆叫做盧介石 他專門賣給一些台語言 後來盧介石 戰後的女兒也是跟我們同班同學 叫做盧巧琴 也就是我們同班的同學 小學同學 那盧介石呢 就是一個飛光頭 鼻哥有一點鬚 有幾分處長介石 這樣打扮的 那他呢 後來戰亂的時候 因為買米要配給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去到余興隆買米 拿著我們的米證 也是所謂身份證去買淪米的 每天只能夠 每天輪得六兩四 都在那裡排隊的了 另一地方就是一個私人 在斯塔佛道 有一個私人的店 叫做Cindar Cindar 老闆是一個肥人 他跟他媽媽很肥的 戴個眼鏡很斯文的 在二樓那裡 那賣的 那賣些什麼呢 賣些華氧雜物 罐頭粉麵 好像有大量供應 這件事他都不知道 在哪裏炒這麼多這些東西 回來買 如果我們當時 我慢慢想想 如果我們手上有軍票 又有金器 我們都可以買到糧食 不止馬上餓死 於是我們打算搬局來九龍堂 那我父親呢 我父親呢 就僱用了一個固梨 當時呢 運貨只有一輛木牌車 就是兩個輪子 在中間一塊木板 木板在那裡 中間一條柄拉著車 那些貨物呢 就放在木車上 因為一塊木板 放幾多東西都可以 我們家裡都不是很多 家務場物 因為走爛 一個櫃兩個櫃而已 椅子 就綁在一起 那些行李 每個人都包大包袱 當時沒有行李 很輕把床燈打完一輩子 把床燈打完一輩子 就搬了 那我哥哥 姐姐 和我的姑媽 我爸爸媽媽 每個人都在沙袋夜行 我初初要自己走路 雖然我很小 要自己走路 下下又累了 否則也要抱起我走 我們沿著由斯塔佛道 由斯塔佛道一路上去向九龍塘進發 走到貴人抱 一會落地 全家在路 由於沿著牙前圍道 九龍城的牙前圍道 走向拉沙尼道 到拉沙尼道 右邊是山 還未開發 地下是碎石路 不是打馬有的 有個大石 石上有了很多鐵絲網 原來那裏是日本的站崗 那些站崗是軟征軍 軟征軍 屬於關東軍 身穿了一件黃色軍服 布墓後面有一塊黃色手巾 鋪著頸後面防殺 手拿著一支七九 上次都武槍 我的大人告訴我 如果你看到日本軍 皇軍一定要鞠躬 不鞠躬就掩蓋你 打你幾巴 我就聰仔 一看到就不玩鞠躬 我爸爸把一張紙 批出來的紙 搬屋的紙 證明我們會過關 其實我爸爸是懂日本話的 但是都是 詐詐詐詐詐 都是講中文 之間免費事 給他認識他的身份 因為我爸爸是日本 帝國大畢業 所以日文應該一粒粒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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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過關之後 我們全身都沒有那麼緊張 走向聯福道 現在是聯福道 一直向九龍塘進發 九龍塘當時是這樣的 右邊還有一些荒生野嶺 完全沒有開發的一片平原 路路到屍山腳 遠遠在屍山腳下 有一個叫毛帆村 是一些古舊式的鄉村屋 毛帆村前面有一個大水壇 水壺叫鴨仔壺 鴨仔壺是今天的新九龍塘區 和九龍塘會所帶 那些鴨仔壺有一條河小溪 流向南邊 好似從河島那樣平衡一直流過來 溪旁邊有一堆白陽樹很高 環境非常好 而溪水很清 有時有些蝦仔游泳 這個所謂毛帆村屋的客家人 他們世世代代在這裏種田過活 養鴨仔 鴨仔放在鴨仔壺中 種菜 他們其實是比我們一般人幸福的 因為他們有米糧 有番薯 有芋頭 也不受戰爭影響 以前也是這樣生活 現在也是一樣生活 因為我們生活差了 他們反為有雞鴨鴨鴨 他們生活非常好 那些農夫 日本人一定要在那頂草帽寫著農字 因為糧食缺乏 所以日本人很尊重農夫 不會代價他們出來做粗工 因為他們供應本地的糧食 他們的身份地位是特殊的 所以那些農人 那頂草帽一定寫著字 給日軍聽 他們是鄉下路種田的 當然他們有良民症 但對他們來說比較弱 我們沿著一路下去 我們左邊仍然有一個山 當然是這樣 我拿到那裡 有那個所謂的 馬尼諾 馬尼諾樹苑 跟著旁邊有一個 Christchurch 聖三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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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是美國的奴人主持 所以 亦是敵國的國家 所以馬尼諾 已經被日本軍隊佔了 做一個雙兵的醫院 Christchurch就到 就關門了 接著Christchurch的地方 在兩間屋之後 是關門的 有一輛單位 全部都是山 路面後面是山 一個非常高的山 有幾百尺高 五百尺高的山 當年山頭上 日軍已經掘了戰河 其實英軍在那裡掘了戰河 戰後我們發覺 原來山頂打通 一部分是英軍國 一部分是日本軍國 英軍國 所以守衛香港 有一隻戰號 我們一直游著 今天的 當年的路 下來 其實沒有今天的孫路 會仍然在山頭 所謂難開一下道 還沒有開發 還沒有名字 我們沿著要過馬路 渦達老道還跨渦達老道 就是大坑渠 大坑渠 就是明渠來的 那段路開了 我們可以走過九龍塘那邊 在當年的 那裡應該是今天的真光 當然是天宇教神父都住 再過去就是所謂的拒證所 就是日本的憲兵總部 我們直橫跨那裡 然後就是雅式士道 雅式士道一路走下去 斜斜的走下去就是金巴輪道 我家就在金巴輪道25號 就是舒雅道旁 有個大鐵閘 大鐵閘20呎高 圍牆15呎高 圍牆頂上有些鐵絲網 不讓人排進去 再過就是另一個門口 是獨立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車房 這個車房就是一間屋 好像今天的兩輛汽車那麼長的車房 進去就是一萬呎的花園 花園很大 前面是種花 種了很多桂花 抹梨花 紫薇花 含兆 四季吉 爆紙石榴 後面是種果 有龍眼荔枝 黃皮 番桂荔枝 木瓜 石榴 很奇怪 這個屋主 有品味 種很多東西 是中國式的 樓是三零年代建築物 尖頂 地下有個很大的客廳和飯廳 然後跟著有個工作間 後面是工人房和廚房 上落就是靠一個橫門上落 橫門上落 橫門進去 和正門 正門是客廳 橫門那裡就是一個木的樓梯 很大的樓梯 上到二樓 上到樓上 樓上有四間大睡房 一個廁所 下面有工人有獨立廁所 有東林房 進去屋 我媽媽認為現在是打仗時期 很多時候有轟炸 而這間屋最穩陣的結構 就是在樓梯上 所以我們就在樓梯底 就成為我們避難所 防空避難所 因為避難 日本仔 美軍會來轟炸 盟軍會來轟炸 我們就聚集在一起 有什麼事情 一有警報我就躲在那裡 搬到武內 馬上發獨全家 把舊報紙剪下來 逃上張湖 卡卡的黏在所有玻璃槍上 因為轟炸震動的屋子落彈 就會有些碎片打傷人 如果黏了紙上去 玻璃不會飛出來 那些 而且要找些後箭封了門窗口 因為根據燈火管制條例 一有警報 我們馬上就要關燈 兼顧將無尖封了所有的槍 不准那些槍露出一次的光 因為來轟炸的敵人 就會看到光 指示到他們轟炸的目標 所以這就是軍火管制條例 這就是軍火管制條例 我們入火就要登記 登記就是區政所 即今年的九龍堂會所登記 他派了一個人來 我們交了錢 水電通了 有水標 他給了一個圓一圓的五金招牌給我們 好像雞蛋一樣大小 中間寫水字 然後寫超和幾年幾月日登記 給我們一個編號 要求我們把鵝彈型的鐵牌 釘在大客廳入門口的門尾 表示我們登記了 交水費根據指明的編號 代表我們要交水費 去區政所交 到了戰後 和平後我們才把日本政府給我們的圓牌拆下來 我親眼看到他拆爛了 扔掉他 登記了會籍之後 安定下來 我們就開始和論社打招呼 左倫論社自我介紹 因為大家都是難民 亦都是論社 那個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 大家肚餓 或者生存 所以很容易成為朋友 沒有所謂利害關係 有什麼事要大家招應 就是這樣 當時人生非常困難 一般人生活多數都是 三部曲 賣蕩姐 不是賣蕩姐 是賣典當他的物品 賣他的東西 傢俬 來換取軍票 賣的東西 賣的東西 就賣 當得到的東西 就是當 賣的東西 最搶手 當然最搶手 是故意的 因為天氣暖 物質困乏 可了衣 棉被那些 是賣鞋子 賣到錢的 當呢 棉被都可以當 手錶都可以當 戒指就不是了 戒指就切一粒粒 金粒就可以值錢 當軍票用都可以 借錢 借呢 借呢 當時人都困難 長貧難估 你說照顧你一兩餐 親戚還可以 如果 吃多幾餐 人家就有面色給你看 所以借不要走得通 所以在戰亂的時候 肚餓就很難說 人情好容易用盡 有些人就只有挺而走險 所謂走險兩條路 一條是做賊 一條是做兵 做賊就是 打架碟射 打架鬼騙 拐子佬拐人 當時拐人很恐怖 他不是要你父母贖金 因為他都沒有人 養不起小哥 他把小哥拐回去 劏了他 也沒有人要的 所以很恐怖 我們做小哥當時很害怕 被人拐子佬 要是要為日本人做鷹犬 打日本人工 或者有些偵探 見石的人 做那些所謂 當物精 當時在區政所都請很多物精 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 但你有沒有低一低 整個鼻章 在手臂上 有些有槍 用來拘捕人 嘻嘻嘻嘻嘻 又可以叫做維持治安 很恐怖 見到物精是害怕的 這個機額世界是非常恐怖的 你都不相信 那些人機額到會癲 有些因為餓 在路邊死了的人 他都割肉來吃 我記得在九龍堂 九龍尼敦道酒店 就是今天的普映戲院附近 這一直是海陸通姓陳的物業 戰後才重建 但這個騎頭底下 有些發現很多被割去大腿肉的屍體 然後相信 人在肚餓的時候會人吃人 大概在1944年左右 又發生過那些小狗被人拐 不見了就拐大了去 在街坊到發覺 九龍大角咀 北河街裡有一個爛的屋裡 發現有生湯人的屠夫 拉了一男一女 交給日本的獻兵部 早些時候 早些時候 有一位九龍巴士的茶票員家 在附近 為了貪便 買了一些牛腩 一年都幫他買了兩天來吃 原來被人拐了其中的女人 就是當日曾經向他兜售牛腩那個女人 後來才發現這個兇手就是賣人肉 非常恐怖 在路邊時時有餓死的人 有些人拿些鐵鉗 在死屍的口中剝一些金牙 我們叫做打劫陰屍老 或者發死人才 根據1945年7月 日本衛生局的統計 香港在路邊棄屍死的人 每個月有六百句 所以香港人口一直一日少 又餓又病 餓死了很多人 自從日本入城之後 日本人的配給糧食人口疏散兩個政策 日軍入城之後 充公了英國政府的米糧 當年 因為中日戰爭 有很多難民來香港 香港政府 原本不及百萬人 預算了一百五十萬人口的糧食 六個月的糧食 儲藏在那裡 按照每人每日吃一磅百米 香港可以維持六個月 但香港一進來之後人口已經少了 少了幾十萬 日本軍一進來 就不理太多 整個配給糧米糧 每人每日只能買六兩四 剩很多米的 而六兩四價錢 照當日市價賣的 當年很多大商家大商行 好像布館 其實他們自己囤積了很多百米 不肯拿出來不賣 久不久才拿出黑市買 所以戰後 突然間這班人 將他們的儲藏米 丟出來 所以一和平 米便宜得不得了 當時香港不是沒有米糧 是有米糧 恐怕戰爭的 但是戰爭期間 因為日本人不只是打香港 還打東南亞緬甸 很多軍響 他們將香港的米存量 一部分撥到外地 打仗 有些撥回養日本人 而原本我們東南亞 靠緬甸、越南 南亞緬甸的地方沒有蒜泥 日本人打緬甸 打這些地方 米多到又說不出 於是 緬甸的火車 都是用米燒來推動 因為米推不出會壞 所以他們將米推動 很可惜 有人餓死 有人將米當火燒 來推動氣火車 為了減少人口吃飯 日本憲兵每日都要查戶口 你登記戶口 有資格住宅居民 沒有資格住宅居民 就拉上去 壓上離島 讓他們自生自滅 一天一日都要貴 白米每斤賣到350元一斤軍票 計算,150元軍票 而賣的米很多時候差不多有沙粒 我們要選米才吃,煮飯 我爸爸把金戒指切成一粒小金粒 來換取白米回家吃飯 但很多時候都很怕在外出賣菜 如果去油滑地賣菜,因為很危險 因為饑荒時候有人自危 很流行被人劏死牛 當年九龍堂初期還有一個牛肉小販叫牛肉診 其實單車來賣牛肉 但沒多久,牛肉診的客人都窮起來 賣不起來,也不見出現 反而有一個生果佬,長年來賣 這個叫做,賣飛光頭打赤腳 將生果佬出來賣,他沒有價格 什麼時候都要講的一口價 這個名字是阿妹,我們叫做妹記 妹記當時還有日本居民、日本人 和打日本小貓的人都可以買些生果 所以他一直都可以維持到戰後 戰後那十多年,他仍然是出街賣水果 到他年紀老的時候,他都要用手推車賣 是九龍堂其中一個特色 當年九龍堂還有一個很怪的人 叫做高魯四,高魯四六尺多高 戴上的樣子很奇怪很噁心很噁心 而且頭上戴了一頂尖母,比他高一點 不是尖母,頭上戴了一頂爛母 整個怪人 那些爸爸媽媽嚇孩子都不聽話 說高魯四來抓你 所以變成一個反派的角色 那麼多年高魯四都在九龍堂賣報紙 記得有一次我們聽到九龍堂尾有黑市米賣 消息是由於我哥哥的乾媽八姑告訴他 你知道如果有米賣很緊張,我們一定要買的 因為糧食不夠,我馬上很緊張 立即打個大米袋拖著我,拿個布袋 去羅福道,即九龍堂尾,即今天的地下鐵站旁邊 當年羅福道對面的地鐵站 南是日本駐軍的地方有很多軍營 而軍官就霸了羅福道一間屋住 是大座來的 她其實是一個中國女人跟了大座 我們叫她大座婆,背名叫她大座婆 是中國女人來的 她把她大座拿回來的米,拿回來換錢賣 不是正經,是秘密賣 所以我媽媽去到,就要在門口通傳一下 她認識某某人,哪有人介紹 說了很多好話,大座婆才讓我入屋 入屋之後,原來那個日本軍人 一個大座,懂廣東,懂日本話 其實她是台灣籍的人,台灣日本軍 打了招呼之後,我們就來買米了 我媽媽就把她手上的戒指剝下來 給了大座,再給她裝滿一袋米就走了 我現在不敢講價,恐怕她變卦 匆匆忙忙,拿大袋米就背回家 經過這次之後,市面上中午聽見有人 有黑市米出賣 但這一袋白米,足夠我們養成家一大半年 因為我們煮飯的時候,參與番薯的雜糧 只有晚黑才有米吃 中午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吃雜糧 花生、糖水、番薯葉、番薯 晚上就有飯吃 由於打仗,我爸爸失業 他又要動了腦筋 怎樣找生活來幫補家計 他又設立了 他設立了教數學,教附近的失學的人 由於我爸爸可以出來打日本人工 但他一定不肯,這是漢奸 我們漢奸不能兩立 所以他不肯,也收了他的日本話 不肯跟別人說 如果說資格來說,他是非常足夠資格的 於是他就教讀 讀工程,還未懂得出來賺食 教了學生,換取軍票,百米 但沒多久,學生都少了,因為交不起學費 那我又把我們的花園開發 把後園改為種植牆 葛瓜菜菜、蔬果等 當時我還未到三歲 但一天到晚,爸爸學種菜 竹蟲、拔野草 所以事到今天,別人問我懂不懂種菜 我生出來就懂,我是個鄉下仔 我亦知道,我們全家人的小便 儲藏起來,在一個漁池裡 倒在漁池裡吐 加了水在吐,發酵的日 因為我學會了 如果拔出來的小便,就會醃死菜 發酵之後,就變成肥料 所以一定要發酵 我們將後門的竹蟲 斬下來 斬下來 斬後,幼的,用來做棚架來種豆角 粗的,用來做大棚架來種冬瓜 因為冬瓜很重 這些搭騰架的功夫,我們都學會了 用鐵線扭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家裡種出很多豆角 很多荷蘭,豆 冬瓜 不時,輪家帶了一些新種子 來交換 我們可以種出不同的食物 因為有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礦物質 增加我們營養 然後 有一天,我媽媽買一大袋黃豆回家 洗乾淨了 加了鹽,加了糖 煮熟了 放在籃子裡 日後就拿出來曬太陽 立刻就蓋著它 初初不知道它做什麼 後來這些變黑色 原來它是嘗試在家製造醬油和麵糞 黃豆洗七八天後就變黑色 黑色豆排出黑色水分 這些我們叫醬油 醬油再蒸發 剩下的豆曬乾就是豆豉 割藥調味品就是自製的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 街坊徐太太送來一塊濕的麵出來 告訴我媽媽,這些就是酵母的 我們把酵母混在麵包和水 放在牛 原來酵母 經過一夜後和麵粉混在一起 加點鹽和糖就會發酵 熔布蓋好之後 日後這些酵母,這些大麵粉拿出來焗 就是我們今天的香噴噴酸麵包 酸麵包其實是我們三藩市的名產 三藩市很多人來香港買酸麵包 很多外省的人來香港來三藩市買酸麵包 當年的戰亂當中已經做出酸麵包 又留了一塊麵粉出來做酵母 做第二天的麵包 九龍堂的居民很多都把花園變成種菜場面 來補助他們的雜糧 來衝擊 但是其他居民如果住在公園 就慘了 因為他們靠他們買回來食物 錢用用限有限的 食物用完限就用完了 不止我們在這裏自力更生 所以 當時就是一天一天很多人死了 我和哥當年十三歲 他跟著他的乾媽八姑在街上做小販 他買了香煙 買了大包香煙回來拆散了 賣給一些有工做的姑娘 碼頭姑娘 沒有助生計 但是很困難 吃了那麼多斧頭 我哥哥說 他以後 他一定要做一個行業 不用靠人 結果他選擇做醫生 後來都老他一直做醫生 他認為出來推銷是很辛苦的 要看人的顏色 我媽媽又把自己家種出來的龍眼 荔枝曬乾了 又把那些龍眼樹 荔枝樹的亂葉剪出來 曬乾了做茶葉 所以當年我們有三棵大龍眼 一棵荔枝樹 我們有很多茶 龍眼葉茶 荔枝樹 是供應不斷的 所以朋友來到家裡 最少有茶 供給他們喝 黃皮 我們摘出來加了糖 就是現在的醬 醬 在屋徑的另一角度 我們圍起來養雞 養雞 養雞很多功夫 每天都要沖洗那些雞糞 掃了雞糞出來 堆起來做肥料種菜 所以做農夫是非常忙 但忙得好 因為我爸媽媽 因為忙怪 不記得戰爭的擔心 已經好像走出另一個世界 雞 生出來的雞蛋 我們都有一隻 給我們全家吃 分出來給大家吃的時候 分量好像一粒維他命丸那麼小 當時我媽媽很懂事 她將我當年在合計 拿回來的麵粉 十幾箱 十幾箱 十幾的BB麵粉 奶粉 分給我們每個家人 每一個 一兩個星期 都要喝一次 補充營養 我媽媽永遠是很能幹的 因為她自小 時時跟著的叔叔和大哥 學習慣機器 木工 收屋 是她一手包辦 家裡的電器 電錶壞了 都是她自己去修理的 我爸爸雖然念機械工程 做了幾十年工程師 但他做這些功夫 永遠無法補充我的媽媽 我媽媽又把 在收買樓買回來的 那些 爛的玩具車 改好了 乾了雪劇 給我做推車玩 木牌車玩 我們自己又 大了之後 懂得很多 用竹來做的玩具 自己做些氣槍 水槍 怕萬穩竹做的 木劍 當時 物質飛雖然有缺乏 但是我們 樂趣和幸福 永遠不會缺乏 而且我們有很多朋友 街坊朋友玩 很多朋友 經常聚宅在我家裡玩 現在又說到我們的鄰舍 我們鄰舍是一個姓孫的人家 他大哥三哥 就是戰亂的時候去國內被難 而二哥是比較弱智的 其他的幾兄弟 但是經常和他玩 我們叫做光哥 是一個戰士兒童的好朋友 和他一起 十幾二十歲 還要和他一起捉玩捉藏 他的家人家 有一個三家三小姐 有幾個姐姐 大姐姐住在底下 結婚 姓關 有幾個子女 關先生在政府的電訊局工作 他私自製作一個收音機 來偷聽美國之音 偷聽美國之音之後 那天晚上的消息 第二天就告訴我哥哥 我哥哥就告訴我爸爸 大家聽 當第二天晚上 我們很多街坊鄰舍來我家喝茶 茶醉 我們有很多龍眼葉茶喝 大家聊天 吹牛 來導入 將當時真正的戰局告訴大家 日本人怎麼供菲律賓 怎麼在新加坡打到緬甸 緬甸反攻 通通大家都知道 而我們聚集的時候 有十幾二十人 但是我們不敢埋坐的 除了門口附近 非常露面的 因為如果秘密集會 日本的物資就在我們門口 他時時來聽 但是我們既然這麼公開 他知道我們應該沒有秘密 也從來沒有入過家去監獄我們 我們在花園 他聽到我們吹牛 每晚都喝茶 我一門喝茶 那些物資就在我們大門口裡 好像穿穿梭梭 因為他們的總部就在 蘇維道 就在我們對面 但是關先生從來都不在我們聚會出現 也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這個時局的消息是怎麼來的 所以有什麼事呢 只能夠是聽聞 傳聞 但是找不到他偷聽收音機 如果有收音機 所以秘密偷聽美國之音是很大罪 一定是斬頭 另外一邊就是住了一家姓陳人家 大概這位陳先生是不知馬會去做事還是怎樣 但是很少參加我的聚會 很少跟他打招呼 但是間中我跟他打招呼 陳太很奇怪 見到我送一塊餅乾給我吃 真是沒有餅乾賣 竟然他有甜餅乾給我吃 我在記憶中 當時小哥沒有東西吃 也沒有發指有餅乾 他給了餅乾給我吃 給了兩次餅乾給我吃 我都很記得 戰時有餅乾給我吃 戰時時有人給我餅乾給我吃 所以得人因果千年記 這些姓陳人家只是搬走了 後來講起 原來他有個大兒子 亦都在拔垂讀 後來還在翁兒院律師樓做律師 做到他退休 有一次有機會講起 這位陳律師他仍然記得我 他都在庭兒院律師樓做律師在庭兒院律師樓做律師樓做律師 大名鼎鼎的 就是羅文九律師的 末夫 羅文九律師是 香港最有名的黑顯家族 法律上很有地位 而這個周律師 周醫生是很出名的 頭髮光光 身體很健康 五點鐘起床打網球 馬上走到八點鐘起床 他有一對子女 還有另外一位表兄妹在那裡住 他周圍有兩個子女 有一個叫列顯聯姓列這家人家 他們是一半中國人 Rit Litton 他這個子女兒 他自己的兒子後來做律師 但是這個姓列的也是做律師 就是表哥 就是今天很出名的 香港大法官大律師 列顯聯姓律師 當年這個列律師 他曾經在戰後在玉和住 一間高樓住 適直 在玉和道山倒 他在十幾樓上高 正在沖涼 樓倒幾十層樓倒 由山頂倒到山腳 他就躲起來 他躲在西深江裏 在西深江裏 西深江將他一路滑到山腳 在泥堆挖出來 竟然安然無恙 大難不死 就是這位列顯聯姓律師 後來他變成了 擬任大律師 兼擬香港法官 所以大難不死 必成正果 九龍堂也有很多奇怪的人物 有個葡萄牙人 我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翻名叫九叔 這位九叔 原本穿一套黑西裝白襯衣 很斯文的 拿著拐掌 尤其是他媽的布袋 但每天走著走九龍堂 他黑西裝變成白色 淺黃色 因為陳舊 白色襯衣變成灰色 因為髒的關係 但久不久 就是大狗袋走來走去 竟然戰後他仍然無餓死 為什麼呢 後來問到街坊 原來他出名的偷狗屠夫 他見到街邊走著的狗 他一拐著就放在麻包袋上 拿回家煮食來補身 所以他沒有日子餓死 後來叫他九叔 其實叫他屠九叔 就是這位老先生 他家饞死去 他就是這位老先生 他就是那一句老先生 他大概是不明白的 他應該是最大的老先生